日美安保条约被日本看作是保护伞 那么它的第五条是怎么表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 共同防卫 各纪约国宣示在日本国施政的领域下 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 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 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 那么这次提出为日美安保条约 增加一个补充条款的提案的是四名参议员 我们来看一看是哪四位 乔·利伯曼是一名无党籍的参议员 殷霍夫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约翰·麦卡恩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也是其中名气比较大的一位 因为他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也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 对于中国成立三沙市 他还曾经说长道短 还发表了强硬的警告 今天重点来看一下民主党的参议员维博 维博也是一名对华的强硬派 他曾经有过很多的强硬的言辞 比如说他说人民币被人为的低估了 另外他还说要停止对华的援助 另外他还鼓吹老挝越南 要跟中国来进行对抗 但是这个人曾经发表过最惊人的言论 贵于钓鱼岛的最惊人的言论 是三年前在一项听证会上 他说美国已经承认 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了领土主权 另外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微博还发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犹豫不决 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 今年八月 微博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称 美国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保证 美国与亚洲事务的参与 是美国和亚洲历史上的一大成就 因为那些亚洲二线国家 有机会获得经济和政治上更成熟的发展 亚洲地区日渐繁荣的同时 主权争议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些冲突不但关乎历史尊严 更牵涉重要的商业运输 捕鱼权及岛屿附近得矿产资源 面对南海局势 微博认为 中国在南海既有政治举动 又有军事和经济扩张的动作 中国先是设立的三沙市 随后宣布在南海建立常态化战备巡逻 微博称 正是美国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决 令中国更加得寸进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微博竟将中国对正当的主权维护行为 与日本侵略中国相提并论 便称 历史告诉我们 单方面的野心行为 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东亚特权的转变 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甚至写到 中国于1931年被日本侵略时 曾向美国和联合国求助 但美国和联合国不予回应 最终导致爆发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criter讯特别是 能够打 字幕提供 点赞 订阅&字幕提供